欢迎收看国际辩论社第30集的播出 美国将在今年11月举行总统大选 他们的候选人没有年轻人 更没有中年人 新年80岁的拜登确定挑战连阵 目前领跑共和党内民调的前总统川普 只有比他年轻几岁而已 华府的老人政治已经吸引了大众的关系 那么在今天的观点好谈 我们会带您进一步的解析 这样独特的政治结构 而这周我们首先要看到中国经济寒冬将至 那需求的疲软让通货紧缩的忧虑也激速的上升 但是现在在中国却有一种类型的产品 需求高 价格更是高贵到让人难以出手 好 这产品呢让许多人都想不到 竟然是水果成了新的顺富指标 不论是苹果 梨子 还是哈密瓜 价格通通水涨全高 这涨幅速度之快 远远超过了中国民众收入增长的幅度 除了樱桃还是樱桃 整颗蛋糕桂气满满不是说假的 忽然就很想吃车梨子 所以说点了一个车梨子 于是就是忍痛69块钱 咔一下就下单了 打开袋子一看哦 我懵了 他就给我收了这么一小盒的这个车梨子啊 在中国还没等到财富自由的一天 水果自由就先出问题 吃瓜群众都快吃不起瓜 翻看数据 2019年1月到2023年2月 中国农村农业部重点监测 五种水果批发均价 已经从一斤3.04元人民币涨到3.77元 上涨24.01% 是近五年来最高 网红电商和精品连锁水果超市 他们才是助推果价水涨船高的真正刺客 平民水果变身贵族 靠的是网红炒作精品化 加上个别连锁店掀起的水果分级制度 导致水果身价买卖成本大幅提高 还有热心网友整理出远离水果刺客的攻略 不认识的水果谨慎买 认识的水果看颜色 常见的水果看前坠 熟悉的水果看大小 买水果还得看攻略精打细算 因为收入涨幅速度赶不上水果价格 当局数据显示 2022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实际增长只有2.9% 与此同时 新鲜蔬果价格却涨了12.9% 买个水果也能炫富 恐怕正是中国经济持续低迷的潜台词 川普卷土重来 找出美国总统大位 这位话题人物官司缠身 但是民调却是一路在飙高 让他接连赢下了爱荷华 还有辛亥布萨两场的初选 得票率让对手望尘莫及 更加看好2024大选 又是川普和拜登再战第二回合 虽然他们的政策立场截然不同 可是两位高龄参选的阿公总统 却也让人很担心了 辛智能力是不是可以领导自由世界 目前还在跟川普角逐总统候选资格的海力 就不止一次公开的喊话 应该对参选者要实行的是这辛智的测验 要证明这脑袋还够清楚 足以执政 身穿新条纹 头戴红帽子 这些美国民众都在等一个人 那个男人顶着一头招牌金发 我没有穿一个托盖 这是我的髮型 他的表情和肢体语言丰富 还有效果十足的演讲手势 当然这令全世界难忘的 就是他朗朗上口的经典台词 让美国再次成功 川普2024年卷土重来 要第三度绞织总统宝座 这位前总统至今仍然有超高人气 抱歉你等待 很难的事 与其说川普回来了 不如说他从未离开大众视野 即便官司缠身又不参加辩论 川普在共和党的初选中 以压倒心优势 民调高居领先地位 川普在新加州的新加州 前总统宝座 在新加州的第二次决定的决定 77岁的川普 以54%的得票率 拿下新汉部下州初选 赢过前联合国大使海力的43% 不过仅存的对手 向支持者喊话要继续奋战下去 海力代表共和党的反川势力和温和的中间选民 他要在家乡本命区南卡罗来纳州扳回一城 不过历史上从来没有人连于爱荷华汉新汉部下 却没获得党的提名 看来川普胜券在握 川普在初选第一站爱荷华州的得票率多达51% 大幅领先第二名近30% 更刷新小布希2000年创下的41%一直持绿 导致对手迪尚特宣布退选 川普比特帅上的总裁比特帅 这很明显 我订阅了一个领导支持国家的领导 我会享受这领导 佛州州长迪尚特 曾被看好是带领共和党走向后川普时代的政治明星 选输爱荷华州之后选择退出改体川普 走上同样道路的还有素人参政的印度裔企业家拉马斯瓦米 联邦参议员史考特 表态挺川的候选人有机会成为副总统人选 但反川派却变成党内少数 一个是前纽泽西州州长 一个是川普喜日搭档 两人最终也都黯然退选 川普在出选路上一帆风顺 却在司法路上遭遇麻烦 2021年1月6号刚败选的总统川普 补吹2500名支持者冲进府会大厦 动乱导致人员死伤 一切都是因为川普喊出选举被窃 卸任后的川普成为美国时尚首位面临行事指控的前总统 涉及四起案件包含颠覆选举 推翻乔治亚洲投票结果 不当处理机密文件和成人骗女星封口废案 罪名多达91条 川普官司缠身却高呼证治迫害 同时反抢越被起诉 民调越更高 川普官司缠身却高呼证治迫害 同时反抢越被起诉 民调越更高 他甚至遭到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裁定不惧初选资格 但是他的超高人气让现任的拜登决定再拼连任 这也让2024选战很可能成为两位老人家的对决 想骂竞选对手海利 却把多顾网冤家裴洛西的指责 掌管理代 裴洛西 海利傻傻分不清 让海利逮到机会 要求参选总统必须检查刑制能力 这些事情会发生 因为当你80岁 这就是会发生 你不太硬 像你以前的 这就是我们的国家在不断 世界上热 我们必须知道 我们并没有给我们孩子的选择 两个80岁的选择 紧抓高龄影响执政能力 海利拥有年龄优势 但却没有完全反映在选情上 或许和川普支持者的本职有关 我来到这里 我认为一部分的历史 我认为支持川普 他说了很多不合适 但我认为很多 他做了一个很好的工作 第一四年 我希望他回到办公室 虽然川普口出谎言 但是他打造生意人 治国的形象 控制边境 限制移民 又高举反建制派的大旗 吸引许多厌倦 传统政治的经济弱势选民 川普四年之后 强势回归 他的竞选口号再次成为主要旋律 They want us to be great again It's a very simple Mega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来次好观点好谈 我们说到美国联邦参议院 共和党领袖 Mitch McConnell 近期两度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 他突然间僵住不动 恍神有超过30秒 随后被护送离开 被人质疑了 高龄81岁的他 是不是已经不适合参政 另一方面 我们看到美联社 这有一项最新的民调显示 77%的受访者都认为 Joe Biden年纪太大 没有办法试任 第二任期的总统职务 那么年近百岁的 美国民主党籍的前总统卡特 自己就说过了 如果回到80岁 他也不觉得可以承担 当年担任总统时 所有他必须承受的责任 那么高龄政治家 到底是更有政治手腕 还是增加的是执政的风险呢 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 两位教授加入我们的讨论 首先欢迎政治大学教授 袁振生 欢迎教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接着我们欢迎 台湾大学教授 左振东 欢迎左教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当然美国就有一个 很热的议题 不仅仅是他们的政见 还有年龄到底 要不要有限制呢 又可以看到 现在两位 比较热腾腾的候选人 年龄都偏高 那就要来说了 其实像台湾呢 这个有最低的 总统年龄限制是40岁 美国是35岁 但是其实没有一个限制说 有没有太老 就不能选总统 今天就首先 要来请教一下 袁教授 您认为 是不是要有一个 年龄上面的限制呢 最高年龄限制 我觉得他们自己 政治人物 应该要知道 就是我们可能要拿 现在最台湾 刘青讲的 这个巴士亮表 来看看这些政治人物 你到了七八十岁 到底你的心智 体力 还能不能够负担 因为现在的政治人物 跟以前不一样 他要参加 很多的国际会议 他曝光的程度 非常的高 所以而且就是媒体的追寻 追逐很强烈 所以假使他只要有一点点 像Mitch McConnell这样子 就是讲话 讲不出来 或者像拜登跌倒等等 都会让这个选民会担心说 到底我们把国家交给你们 你们适不适任 我讲的适不适任 是体力上面 或者有的时候心智上面 你做决定的时候 或许你以前是非常聪明 有智慧的 但你现在有可能有一些 我们讲说这个痴呆的问题的话 那到底把国家交给你 合不合适 我觉得这个是选民也会问的 那政治人物自己 我相信McConnell他现在看到 如果他看到他两次这样子 他应该也不想留下来的形象 最后是这两个形象 应该自己会要选择退休比较好 当然袁教授其实提到的是 八十两表 就是您认为健康上面是不是符合 但是想要回到这个问题 就是您认为年龄上有没有限制 我觉得年龄真的是很难讲 就是说有些人到了八十岁 好好的 有些人到了六十几岁 就已经有失智的现象 所以这个真的是 你用年龄来做是比较难 但是我相信 以现在我自己观察 目前的国际政治 我觉得超过七十五岁 真的很辛苦 左教授认同吗 您认为要不要有年龄上面的限制呢 我认为是不需要的 因为我们应该要相信选民的智慧 也就是选民会去判断说 这样子的年纪到底适不适合担任总统 那当然有很多的工作 也不见得总统一个人 一定要他本人去做 事实上一个领袖 最重要的一个能力 应该是知人善认 然后懂得分工 懂得授权 那而且呢 事实上我觉得也可以做一个补充 就是说我们也发现到 有一些年轻的总统或年轻的领导人 也出过一些问题 比如像说 在我们周遭的 像北边的这个北韩 他的这个 现在的领导人 金正恩 他不到三十岁就接任这个领导人 那结果呢 他出来 他一上任就整肃一级 那像类似的情况 像当时的这个洪森 柬埔寨的总理 他在1980年代担任首相的时候 也是很年轻 那个时候他出来 其实也有过 对于这个反对分子 采取非常这个强硬 而且非常狠的手段 那我觉得 当然你说这些都不是民主国家 可是我们最近有一个例子是 就是最近有一个例子是 智利的总统 智利的总统叫做伯里奇 那这个伯里奇总统他非常年轻 大概三十六岁就担任总统 那他也被认为是智利的一个希望 因为大家认为说 新自由主义已经太久了 应该要改变 那他也说这个智利是新自由主义的起源地 也会成为新自由主义的坟墓 结果他上来呢 推动这个制线 可是呢 最后功败垂成 他的制线最后是因为他的方案过激 反而百分之六十的人反对 虽然他希望打造智利成为一个完美的福利国家 但是选民显然不买单 他的支持度也从百分之五十上任前 上任的时候百分之五十 跌到了大概只有二十八 所以我觉得年轻的领导人 有可能会碰到年轻人所碰到的一些问题 年纪大会有年纪大的问题 了解 所以左教授的论点呢 就是不论是年轻呢 或是比较高龄的 其实还是要看个人 要看这个政治人物本身 他有没有这个精准的判断能力 但的确像刚刚我们严教授提到 就是在一定的高龄的程度的时候 他可能会犯一些错误 有没有过去一些例子 可以来跟我们观众朋友说一下 我觉得不一定 现在来看 觉得他们年龄不大 可是我们也看到过 比如说在一次大战带领美国 在台湾很熟悉的威尔逊总统 他后面任其他 就是已经有一点点就是中风 然后并不是这个 很有自己的判断能力 那大部分的这个整个的 就是决策的过程 交代都是由他太太 跟一个幕僚长在传 那所以这是一个例子 那我觉得另外一个当然就是 包括罗斯福总统 在二次大战的后期 他已经身体非常不好 他也当时才六十出头 但是比较明显的就是 一个是艾森豪 他是在六十一岁当选总统 六十九岁退下来 他退下来第二任期之前 他其实已经心脏很不好 那就有一些问题 更严重应该就是我们想 比较台湾可能熟悉雷根总统 他的第二任期是有一点糊涂了 很多事情都记不得 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 如果还要他来做很多的决定 我同意刚刚左教授讲 如果是授权当然没问题 可是在这个总统制的国家 尤其是媒体现在那么发达 大家都说要问 你白宫一定要开这个记者会 有些时候他们就要问问题 问保维茨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 总统现在要负担的是比较重一些 所以假使年纪太大 确实很容易在这个媒体 在这个镜头面前 展现出你可能不是人 那还不如说这个再早一点 就是把这个年龄限制到早一点 可是当然我们也看到 有很多政治人物80岁身体好的很 甚至像美国现在的联邦参议员 来自这个阿亚瓦州的Charles Grassley 90岁 你还问他说你还要再选吗 他说我想我体力还可以 你要跟我拼福地挺身吗 他可以做福地挺身 你就知道他心智什么都很好 所以很难讲 好所以其实年龄这个部分 刚刚严教授有提到 其实如果高龄可能普遍以 averse来讲的话 可能会犯一些 因为我们精神上面 比较不济等等的 但是也不一定 像刚刚那高龄90岁 他还是神采异的 但是基本上两位教授的 在这方面要不要有高龄限制的 立场上面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那左教授刚刚有提到是 要尊重选民的智慧 但我想要问的是选民的智慧 当然名义是一定有他的正当性 但是是不是完全的正确 其实有很多事情 尤其是这种所谓的 主观判断的事情 它没有必然的对或错 我觉得民主政治的可贵 就在于说民意可以得到尊重 并且能够化诸为公共政策 化诸为国家的行动 那当然民意有时候的判断 会有错的 民意我们有一句话说 民意如流水 今天对的事情 可能明天变错的 那所以这里头有几个机制 是重要的 第一个就是定期的改选 所以当民意改变的时候 它也有一个改选机制 可以去改变它的决定 第二个就是它有分权制衡 就是说它能够通过不同的机构 比方我们选出来这个总统 觉得我们好像选错了 但是有其他的 比如像国会 比如像法院 去制衡它的权力 让它的权力不至于滥用 第三个 其实我们看一个领袖 也要看它的团队 如果它的团队 是一个让我们觉得可以信任的 那当然某种程度 也可以相对来讲 去降低这个人 如果他不好 所带来的一些负面的影响 理解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一些 高龄的部分 有些是负面的影响 但也想要问一下 有没有正面的影响 就两位教授 是不是认为说 像比较年龄偏长的一些领导人 其实他们是有他们的优势的吗 座教授 我认为当然有 其实像这个雷根 他就年纪很大就当总统 那但是他很幽默 然后他 因为他人生历练很丰富 所以他的幽默 他的这种笑容 对于美国当时面临这种 经济困局的美国来说 其实是给美国人 一个很大的鼓励 我觉得年纪大的人 其实他有时候 因为他的人生历练够丰富 他能够敢于做出 很重大的决定 比如像邓小平 他年纪很大 77岁掌权 但是他能够推动这个所谓的改革开放 改变了中国大陆之前的一些大政的方向 那或者像这个西德的总理 战后的阿德诺 他也是让这个国家 从战后的这种困局能够走出来 而且走上这个经济快速成长的道路 我认为年纪大的人 他的一个 第一个就是说 因为他阅历够丰富 所以他能够做出重大的决定 他知道他应该怎么做 而且第二个 他的做的手法 他是比较圆融 而这个有时候是 我们年纪轻的时候 比较没有办法体会到这些眉眉佼佼 所以我觉得一个重大决定 一个是处理方法的圆融 这两个我觉得是蛮大的一个优点 不过我们也知道 现在其实美国总统 是没有一个年龄上限制 但的确共和党的 这个总统初选的海力 他呼吁75岁以上参选 要接受心智测验 刚刚言教授有提到八次两表 那是不是要做这样心智测验呢 可是我觉得心智测验 我们都知道白宫或者说他们可能会交一份健康报告书 但是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还是说有没有找人做过 那我这个都不知道 我们看到有个电影会讲到说 柯林顿可能有用毒品什么东西 然后要验血的时候 他找别人帮他带咽 所以这种东西就是 你不太能够相信了 就是说他今天produce的一个 这个健康的这个记录 可能是假的 可能是fake的 那刚刚是提到是白宫可能做假 那左教授认为是不是所有参选 你只要要选 就应该要做一个心智测验 其实我觉得民众可能会越来越关心这个问题 因为不要说年纪大的人 年纪轻的人 中年人也可能会碰到一些 临时的一些健康的状况 但是问题是 可能我们没有办法保证 人的健康状态会在他当选的时候 跟他卸任之间 都不会有任何重大的变更 所以我想重要的是什么 第一个是任期制度 也就是说我们能够确保这个人 他到了时间他就会卸任 那第二个当然是改选了 那在内阁制里头 可能就通过不信任投票 就我觉得我不满意你 甚至任期还不到 我就可以让你下台 那当然还有其他的就是备位人选 在总统之间的任期是固定的 所以这个时候 你的备位人选很重要 事实上我们通常会认为说 在美国的这个副总统 他是一个装饰性的角色 可是他在美国 比如像我们看到他这个Stay of Union 就是国情报告的时候 通常他副总统是不能出席 为什么呢 因为他其实有时候他是说 你不能在两个人同时出现 那就是要确保说总统万一有出现状况的时候 我这个副总统随时可以接位 那我觉得备位人选 其实也是我们在看待政治职位里 一个很重要的哲学 曾国藩说 半大事以早替手为第一 所以我们不能把一个国家的命运 完全吸于一个人身上 是teamwork了 没错 我觉得政治人物有的时候 他刚刚你讲的 他的心理状态 可能年纪轻一点都会有问题 当年1972年 美国这个麦高文的总统候选人 代表民主党 他第一回头找着副手 在这个艺术里的一个参议员 就发现他接受过这种心理治疗 这个record被弄出来以后换掉了 就当然他也选述 本来大概也不会赢 但是就说 这个就当场变成他被换掉的理由 就是你怎么会接受过心理治疗 那就表示说 他可能心智不是那么稳定 不稳定 其实我们刚刚以上讨论的 都是在位于这个 2024美国总统大学的 这个暖身的讨论 那当然我们就要提到了 拜登已经80岁 那如果他选上 再四年就84岁了 那Trump呢 他也是不年轻 其实他们只差三岁 那是不是美国现在已经走向一个 老人政治的一个局面呢 袁教授 我觉得当然就是 在民主党里头 我们后来刚刚研究了一下 就是说 为什么拜登在2016年 希拉蕊的时候 他觉得没办法跟希拉蕊竞争 他就没有出来 那到2020年纪更大之后 反而出来选 就到最后居然还赢了 那就看得出来 他好像在民主党里头 能够整合各个不同的势力 包括这个南方的 包括黑人的势力 包括这个比较女性的选民 都还愿意投他 那还有一些 我们讲说老白男 过去可能会愿意更多支持共和党的 那因为是拜登的缘故 还觉得可以考虑一下 所以拜登有这样的一个优势 那川普是一个特例 我觉得他就是 今天完全就是颠覆你 美国的一个 我们讲叫做建制派的一些想法 那把所有的事情都怪到白宫 或者说Bellway在华府 然后就认为说 我这个商人 我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我可以带来一个新的面目 而且他讲话 说老实话 真的很简单 很容易懂 所以大概年轻的也能够投他 那特别是有些 知识教育水准比较低的 更容易接受 觉得他好像都看得到我们的需要 所以这个可能和年龄没有关系 但是基本上 川普自己的这个体力 我觉得跟拜登比起来 就四年前的拜登 他们差不多四岁 跟四年前的拜登 他可能比四年前拜登还好 而且现在要被关的话 可能会更好 那做法是怎么看 这样老人政治的现象在美国 我认为第一个我们要注意到 就是美国也本身 他的人口结构也逐渐的老化 然后还有就是美国近年 他的这个财富分配不均的情况 越来越严重 所以很多人就会缅怀 在战后50年代60年代 那时候高速成长 又财富相对来讲 比较平均的状态 所以这种怀旧的情绪 我认为对于老人的这个出现 就是年纪比较大的 资深的政治家出现 是有帮助的 就是这种社会的氛围 会期待看看那个时代出来的人 有没有可能提出一个不同的解方 但我觉得我们也还是要认识到 是美国是一个很宽容的社会 在拜登在川普之前 美国经历过三位总统都相对年轻 特别是像欧巴马跟克林顿两位 都是40多岁担任总统 所以其实他可以接受年纪很大的 也可以接受年纪很轻的 美国赌钱Las Vegas 又多了一个网红新地标Sphere 这主打的就是世界最大球体的建筑 场馆内更有树树如生的机器人 跟游客来互动 挑战的是感官娱乐的体验 今年的美国消费电机展CES AI人工智慧技术 依旧是受到瞩目的焦点 许多很有趣的新概念 也一一在展场上面来实现 巨大球体360度全景萤幕 120万个冰球大小LED面板 不提闪耀光影变化 比如小星球降落底线 造价23亿美金约740而已台币 最新网红地标Sphere 为美国拉斯维加斯奢华夜景 再添新飞夜 他进驻场馆 更像是一秒穿梭未来 别有洞天 这里就是拉斯维加斯 新地表Sphere里面的样子 第一眼最吸睛的 就是机器人Ora 你好 号称世界上最先进的人型机器人Ora举手投足 栩栩如生 声音表情也有余真人 嗨Aura I'm a reporter from Taiwan News Taiwan SCT News Do you know anything about Taiwan? That is very fascinating that you are a news reporter in Taiwan I have never met a news reporter and I have never met anyone from Taiwan Taiwan is steeped in history and culture It's capital Taipei features a diverse blend of architectural styles 一对一有问必答 数位体验让人惊呼连连 沉浸式球体环绕一幕 更是不需要戴眼镜 就能直接进入VR世界 不再局限单一展演形态 让全场生利其境 但2024科技新亮点 当然不止于此 来 拉斯维加斯 1月份最重要的科技盛会 就是美国消费电子展 CES 今年有超过4000家厂商参展 吸引超过13万人参加 而今年的主题 AI依旧是主要亮点 过去曾是笔电主场的华硕 这回把眼镜变一幕 57度垂直视角和60%透射率 只要抬头平视 宛如钢铁人上身 电脑世界全都overround you 其实在未来的物联网 或公共的市场上面 小型化 精致化 高效率是一个趋势 他们透过这些电脑 就可以搭配相对应的软体 就可以让使用者 真正感受到AI的好处 不让单纯穿戴式装置 抢进风口 我现在坐的位置 就是Incaven XR的地方 它这个地方就会让人家感觉 像是坐在游乐社的事一项 当我戴上头盔的时候 就能够享受VR体验 吸手现代和KIA汽车 Motrex以模组化电动车平台为基础 加入扩增实际的多元游戏 未来还能应用在旅游业 以拥抱移动元宇宙的设计理念 拿下今年CES车用娱乐创新大奖 现在我们只有一个游戏 但我们的组织 会有很多内容 如果人们用这个器材 我们要做订阅计程序 以赔付给我们的器材 德国宾士同样投入 沉浸式车内游戏开发 更推出结合生成式AI 与3D图形技术的虚拟助理 打造更加自然 直观高度个性化的人车浮动体验 不过软体升级了 音体也很重要 自动软动软动 一定需要LIDAR 因為 LiDAR是一個3D感應器 三顆鏡頭沾前後還能夠全景環繞 以色列光學雷達製造商Innovis 整合AI和深度電腦預算學習 透過雷射光偵測障礙物和目標物距離 布置拿下CES2024創新獎 更以替BMW i7電動車裝上新眼睛 將在今年3月搶先上路 我們在同時看到Tesla的很多車輪 他們在避免車輪避免車輪 有很多的調查 使用自己的自動系統 所以其實我覺得很明顯 我們真的需要 LiDAR 除了3D鏡頭幫忙加持 還有這款馬路三寶也不怕 原地打轉難不倒 輪胎甚至還能 這是南韓現代摩比斯預計在2025年導入了全新四輪轉向 E-Corner技術 例如你如果有很緊張的車輪 但是這個系統 你可以只需要車輪 很緊張的車輪 然後只需要移動車輪 從這裡到這裡 然後就走 眼看手動 直覺式操作 未來路邊停車不再手忙腳亂 從AI應用數位體驗 載到全新的抽用科技 每年的CES大展 就像是通往未知世界的窗口 讓天馬行空的概念發想 一步步走向現實 感謝您加入今天的國際辯論社 我是劉晨熙 我們下週再會 感謝您加入